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 今天这期影片,我将介绍十款非常好用的 覆盖各种使用场景的真正良心的软件 这些APP完全免费,无广告弹窗,而且开源 底层代码可查,安全性有保障 这些软件可谓是互联网中的一股清流 完全可以和同类型的商业付费软件一较高下 不管你的电脑是最新安装的Win11-25H2系统 还是旧版的Win10系统 这十款软件都适配 接下来,我将分别介绍它们的下载、安装和使用方法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文件压缩界的大师之作7zip 它诞生于1999年 经过20多年的不断更新迭代,功能逐步完善 它独创的7z压缩格式比传统的zip格式更高效 生成的压缩文件体积更小 该软件支持对几乎所有主流的 包括RAR文件在内的压缩格式进行解压 我们来到它的官网,默认是英文版的 可以点击这里来切换语言 点击这里的下载 将安装包下载到本地 然后运行它 点击install进行安装 完成之后,我们关闭安装程序 先来测试一下7zip的压缩效果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我们对下载文件夹进行压缩 可以看到未压缩时是16MB 我们使用Windows自带的压缩方法 可以压缩到6MB 现在展开右键菜单 选择7zip 然后选择添加到7Z文件进行压缩 可以看到生成的压缩文件体积更小 现在来测试一下解压 我们解压一个经由付费版的WIN RAR生成的压缩文件 可以看到完全能够解压 第二个要介绍的软件是VLC 它是开源软件的另一个标杆 一款功能极其强大的媒体播放器 VLC最初源于 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一个学生项目 后逐渐演变成 一个集成了流媒体和网络功能的全能播放器 它不仅能够播放本地各种格式的音视频文件 还可以借助URL来观看网络电视等实时在线内容 我们访问它的官网 点击下载VLC 然后安装一下 完成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款APP 我们可以直接将音视频文件拖拽至VLC中进行播放 也可以右键MP4文件 选择属性 在打开方式这里 将其调整为VLC 点击确定 之后就可以通过双击MP4文件来调用VLC进行播放 当然除了播放本地的影片资源 我们也可以观看在线内容 以观看CGTN频道为例 点击左上角的媒体 选择打开网络串流 输入频道的URL 点击播放就可以了 更多电视节目的URL 我会放在下方的描述栏中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 第三个软件是LibreOffice 它是微软Office办公套件的开源平T 也是Linux系统中最常用的办公套件 它非常适合个人或是预算受限的小型企业 用户无需支付任何授权费用 即可获得一套功能完整的Office套件 我们首先访问它的官网 点击这里的Download 下载安装包 然后快速安装一下 完成后 我们双击它的桌面图标 可以看到这里包含六个不同类型的文件 这里的Writer对应微软的Word文档 Calc对应Excel表格 Impress对应PowerPoint 我们创建一个Word文档 熟悉一下使用方法 第一次打开会有一个向导界面 点击下一页 这里选择选项卡式工具栏 这个最接近微软Office的顶部菜单 输入一行文字 现在来保存 这里保存文件类型 可以选择Word2010365文档 这样的话文件拓展名是Docs 方便分享给他人使用微软Office进行编辑 接下来要介绍的软件是GIMP 它是Photoshop最著名的开源替代品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GIMP可以满足大多数修图需求 我们来到它的官网 点击下面蓝色的下载链接 直接从微软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 完成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第一次打开GIMP会检测各种依赖版本 时间会久一些 打开后我们就可以P图了 具体的操作就不在这里展开叙述了 如果说以上四个软件可以和商业付费软件相媲美的话 接下来这款APP大名鼎鼎的OBS 可以说直接干掉了所有商业对手 对于屏幕录制来说 OBS支持各种参数的调节 包括视频码率 分辨率 帧率 音频采样率等 满足从新手到专业用户的多种需求 对于实时直播来说 由于其精简的架构 核对硬件解码器的优秀支持 OBS在提供高质量画面的同时 能够做到非常低的编码延迟 我们访问它的官方下载页面 点击这里 从微软应用商店获取 完成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点击跳过版本 这里的向导点击取消 点击这里的加号 可以在画布上添加显示来源 比如录制屏幕的话 可以直接选择这里的显示器采集 然后点击开始录制就可以了 第六个要介绍的 是一款名为Handbreak的音视频转码工具 它可以轻松实现多种影音格式的转换 比如MKV转MP4 也支持有效压缩音视频体积 我们可以在GitHub上获取它 首先访问GitHub仓库 找到最新的版本 这里选择Windows x86-64架构的EXE安装包 点击下载 下载好后我们快速安装一下 完成之后双击运行它 这里提示需要点Net环境 我们点击这里的下载 跳转到微软的官网 下载并安装一下 完成之后 再次双击运行Handbreak 我们可以将音视频文件拖拽着窗口中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是4K30帧的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转换格式 比如将它变为1080P30帧 这里可以勾选网页优化 这里还可以更改生成文件的类型 比如MP4或MKV 然后更改一下保存的地址 然后点击上方的开始编码 完成后 可以看到 体积从原来的506MB 缩小至76.2MB 我们可以利用这款软件 将音视频文件压缩 方便分享给朋友 第七款APP是一款本地文件快速搜索神器 名字叫做Everything 它没有采用传统的便利文件的方法 而是直接读取并解析NTFS主文件表 做到了毫秒级的电脑全盘搜索 同时 Everything还支持使用正则表达式等 更高级的搜索功能 因此 强烈建议安装这款神器 工作效率直接拉满 我们来访问它的官网 点击下载安装版64位 下载好后安装一下 安装完成后 我们尝试搜索一个文件 比如搜索刚刚我们压缩生成的一个MP4文件 名字结尾是new.mp4 我们先输入new 因为初次打开这款软件 它会更新文件名称数据库 大概需要几秒钟时间 更新完成后 接下来搜索就是毫秒级 比如我们继续输入.mp 可以看到已经找到了这个文件 我们直接双击打开 也可以右键这个文件 选择打开文件夹 这样可以找到文件所在位置 如果你是一位阅读爱好者 接下来这款开源工具一定可以帮到你 它就是Calibre 一款非常实用的电子书管理工具 借助它 你可以搭建自己的电子图书馆 它支持导入各种格式的电子书文件 包括Mobi,AZW3,TXT等 更重要的是 它还支持格式转换 方便在其他设备 例如Kindle上阅读 我们来到它的官网 点击下载64位版本 下载好后安装一下 完成后 首次打开Calibre 需要我们设置一个文件夹 用于存放电子图书 选择好后 点击下一步 再次点击下一步 点击完成 现在我们来导入一本图书试一下 直接将图书文件拖拽至App 导入成功之后 我们右键点击这本书 选择阅读 就可以在电脑上进行阅读了 我们也可以使用键盘左右键实现翻页 这个App的功能非常强大 注意到我们下载的电子书版本是EPUB 我们可以将其转换为 Kindle支持的AZM3版本 或者Mobi版本 选中图书之后 点击上方的转换 在输出格式这里 选择Mobi 点击确定 格式转换完成之后 我们右键选中这本书 选择打开书籍文件夹 可以看到新生成的Mobi文件 稍后将Kindle接入电脑 然后将Mobi文件复制到Kindle的书库中就可以了 如果有兴趣 下载更多免费电子书 可以查看本站博客的文字版教程 链接放在下方描述栏中 第九款App是LocalSend 它是一款比AirDrop更强大的文件共享神器 它支持跨平台文件互传 可以实现Windows MacOS Linux iOS和Android之间互传文件 效率极高 操作简单明了 我们可以在它的官网获取 之前出过教程 详细讲解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 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款App 是目前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开源浏览器 Mozilla Firefox火狐浏览器 这款浏览器的原代码完全公开 任何人都可以审查 其是否存在后门 或恶意收集用户信息 因此 火狐浏览器也成为大多数Linux发行版 默认自带的浏览器 我们可以在它的官网获取它 火狐浏览器的原代码 可以在官方的Github仓库中找到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分享 这里是第一科技站 欢迎订阅本频道 不错过更多科技资讯和实用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